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觉之见 悟觉之见 入觉之见 若闻开示便能误入 季节之见 本来真性而得出现 如神福错解惊异 见他道开示误入 知是佛之之见 我被无分 若作此解 乃是磅精悔佛也 比既是佛 以既之见 何用更开 如今当性 知佛之见者 知辱自心 更无别佛 盖为一切众生 知必光明 贪爱沉浸 外眼内扰 甘受七尺 便老他世尊 从三昧起 种种苦口 欠令 勤习 莫向外求 以佛无恶 故随恶恶 作人 故意能误入 自心中 常开佛之见 试恩心邪 以命遭罪 可善心恶 贪嗔基度 献明我慢 情人害物 自开众生之见 若能正心 长生智慧 观照自心 止恶行善 是自开佛之之见 如需念念开佛之见 呼开众生之见 开佛之见 既是出世 开众生之见 既是世间 如若但饶饶执念 亦为功课者 何亦离牛爱为 答业 若然者但得解意 不饶送今夜 六主说 今有何过 其章如念 只为迷雾在人 损意有己 可送心行 既是转经 可送心不行 既是被精转 这一段 六主所讲 跟这个 法达 法达法师 这个两个人本身的一点对话 其实文字是很浅 那么意义是很深 文字虽浅 但意义很深 这个老师说法 学生在底下听 每个人的接受不同 看经也是 很多人念经 不知经啊 是叫你本身 按照这一条路走 只是口松讲 没有去实行 那就是被经来转 被经所转 你如果口中念经 心中了解它的意义 再能够行它的道 就叫做转经 这个老师说法 弟子听 弟子听那法 不是来听法 是要去实修法 你这样子 才叫做 师说 老师说 学生去听了以后 去行 去做 这样子叫做行道 如果老师说 如果老师说 你听 而不行 那就是被老师的这个话 本身所转 只是在转老师的话 而便不是你去行老师的道 这个道理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讲的 我们 讲的 宗佛宗 是实修的宗派 并不是希望 而我以前讲过 有一个老板 问他的这个员工 你以前在别处做事情 薪水多少 他说 我年薪八百万 这个老板 说 哇 那你薪水非常高了 年薪八百万 不得了 那你是以前 你是做什么的 他讲 做梦的 做梦的 做梦的不算 做梦的不可以算的 老师讲 学生听 老师讲的时候 你学生在底下 做梦 你连听都没听 你能够行什么道 做梦的是不算的 要实践出来 才是算的 所以我们中国中 是实修的 有一次 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 老师在台上讲 台下有一个学生 也在讲 一直讲 跟这个讲 跟那个讲 跟左讲 跟右讲 老师看他很生气 我在讲 你不听 你还在台上讲 台下讲 你站起来 那个学生就站起来 没办法 你把你刚才的话 讲十遍 你讲了什么 你讲十遍 这个学生就讲 老师你叫我讲的 老师说 我就是要叫你讲 你给我念十遍 这个学生就讲 老师的裤子拉练 没有拉 他要继续讲 那个老师说 不用讲了 不要讲了 赶快把裤子拉起来 这是我小时候 小时候那个老师跟学生的笑话 老师有错 学生也可以讲 但是要偷偷的讲 就是你不能跟左右同学讲 你跑来跟我讲 你哪里 讲的有误 事实上 有错误就应该要承认 我以前 给大家灌顶 这个大伦金刚 我讲 大伦金刚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转化 有一个学生讲 大伦金刚 是弥勒菩萨的转化 我讲说 明明是释迦摩尼佛的转化 你怎么讲 是弥勒菩萨的转化 说转化 弥勒菩萨的转化 后来呢 我跟这个佛菩萨沟通 他说 是有一个说法 大伦金刚 是弥勒菩萨的转化 所以我今天 我深刻 跟大家讲 大伦金刚 是释迦摩尼佛的转化 也是弥勒菩萨的转化 那一位学生讲的没有错 是有一个说法 是弥勒菩萨的转化 也有一个说法 是释迦摩尼佛的转化 所以大伦金刚 的这个真言 很有用处 所以当时我在花莲 否认了那位弟子所说的 那是师尊的错 师尊也必须要承认 也有说法 错误的地方 另外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其实 大伦金 转化 就成为金刚金 缩小 就成为金刚金 再缩小 就成为心金 这里面有提到 我又讲错一句话 我讲大 涅槃金 缩小就成为金刚金 再缩小就成为心金 这是 我把大伯业金跟大涅槃金 两个讲错了 两个 我以为大涅槃金就是大伯业金 其实是错误的 大伯业金是大伯业金 大涅槃金是大涅槃金 是不同的 这个也是我讲错的 所以你们要跟我讲 不要等我去查出来 去知道了以后 你们也可以跟我讲 师尊讲错了 哪里有错 我也会承认 知错 能改 就是勇者 就是大丈夫 我觉得 我们有些医生 医疗纠纷 也有 当然也有误会 但是还是有蒙古医生 这个 错就错 对就对 像医疗纠纷 错了就错 对了就对 一定要历清楚 不能含糊 在法律之前 必须要公正跟平等 佛法也是一样 这个有一个病人 到医院里面去 第一个医生给他看 他说你是盲肠员 你是盲肠发炎 然后他不相信 他跑去找第二个医生 第二个医生他讲 你是胆囊发炎 胆啊 胆 胆在哪里 肝胆相照 应该在这里 是不是 还是在这里 在这里 肝胆相照 胆囊发炎 一个医生讲 盲肠员 盲肠员在这里 是不是 盲肠在右边还是左边 右边 那胆呢 也在右边 两个都在右边 一个医生讲是盲肠发炎 另一个医生讲是胆囊发炎 最后 两个医生 在佛不撒面前 拔杯 到底是盲肠员还是胆囊发炎 拔杯 拔到最后 结果医生把他开刀了 那个病人出来 原来是 割的是扁桃腺花园 他割掉他的扁桃腺 因为佛不撒的比较准 扁桃腺花园 其实医生啊 也是应该要 向医疗纠纷就是这样子来 到底是哪里 错 你就是要把错的给他拿开 到底是什么病 你必须要诊断分明 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 知道的就说知道 所以就会减少这个医疗的纠纷 不像那两个医生 一个讲说是盲肠员 一个讲说是胆囊发炎 两个人没办法 跑到雷杖寺来拔杯 台湾雷杖寺拔杯 结果拔出来 姚石金母就是扁桃腺花园 他们把扁桃腺拿掉了 结果好了 如果不是灵感 切实的 你不可以讲 不可以说你知道 六祖本身啊 他是知的 是有知会的 他是清楚明白的 你不能随便听人家的 大家必须要有知会 去分别 六祖是这样子讲 你要开结之见 世结之见 悟结之见 入结之见 这个你能够悟到了 你就了解明白 最大的智慧 佛所说的智慧 你就已经能够拿到 你就能够明白 清楚 没有第二种智慧 佛的智慧 没有第二种智慧 而且是绝对的 不是让你能够游移的 让你去想的 是绝对的智慧 如来的智慧 是绝对的智慧 你如果开悟的话 你知道 这个是绝对的 不能说 我这样开悟 对不对 你如果还有游移的话 那就是不对 因为佛的智慧 是绝对的 只有一 而不是二 三 四 五 没有那么多 只是一 绝对的一 所以讲 如来的智慧 是第一 第一 第一 这个六祖 他晓得 所以他叫法达 法师 如神夫 错解 精益 你不要去 对精益 有所误解 不要对精益 对妙法连华君 有所误解 他是这样子讲的 你如果知道 佛的知见 认为佛的知见 我被无分 你如果认为 佛的知见 我没有办法 去理解的话 这个就是 放精 匪 佛 应该最后 你只要 认真的 去修行 你见证了 佛性 你悟道了 佛性 见证了 佛性 那是绝对的 不能说 我被无分 如果我被无分 就永远在六道里面 轮回 了无出其 六子是这样子讲的 再来他讲的 你要开佛知见 不要去看众生的知见 这两个不一样的 佛的知见 就是出世的 众生的知见 就是人事件 这要清楚明白 我们虽然住在人事件 但是我们能够了解 佛的知见 能够开悟 能够见到佛性 能够开悟佛性 这个是绝对的 如果你认为说 我没有那种能力 我只当一个普通的人就好 那么你是 开众生之见 这里六祖讲得非常清楚 开佛知见 既是出世 开众生之见 既是世间 开众生之见 只能够帮助你在这世间上的幸福快乐 开佛的知见 能够让你解脱轮回 见证佛性 寄生成佛 到清净的佛果 这个差别在这里 所以我们世间的人 多只是 开众生的知见而已 我们有弟子 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院士是很高的 朱石仪教授 院士是很高的 他所学的是量子力学 是属于宇宙之间的知见 也是很高的 也是很高的学问 但是跟佛的知见比起来呢 这毕竟还是世间属于宇宙之内的知识 何况是其他的知识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世间 我觉得 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 佛本身 他真的是 这个 伟大的 一个很伟大的 捷物者 伟大的捷物者 那你能够追寻佛学 一直到了开悟 你了解佛的地义的话 你就是跟着佛的道在行走 跟着佛的道在行走 不能跟众生的道在行走 你跟着众生的道在行走 永远都是在六道之中轮回 众生是盲目的 而且众生是属于世间的 有一个比喻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国家的总统 去参观一个很大的精神医院 那么院长就跟所有的精神病患讲 你们啊 总统来行事的时候啊 你们要喊 要鼓掌 说总统好 然后又要鼓掌 每一个人都要鼓掌 这总统就来 来的时候所有的精神病患 已经受到 院长的交代 每一个人都喊 总统好 然后鼓掌 我们当然不能喊说 你是我们的巧克力 你是我们的sweetheart 甜心 那只有一个院长他没有鼓掌 他也没有喊 这个总统就问这个精神医院的院长 为什么你没有鼓掌 你没有喊 这个院长就讲 我又不是神经病了 因为只有神经病了 才会喊 今天我跟你大家讲 我们不要盲目 事实上众生是盲目的 跟着人家喊 跟谁喊 我不能讲 跟媒体喊 很多人都是盲目的 媒体说东 大家全部向东 媒体说西 大家全部向西 你的知识从哪里来 从媒体来 媒体喊了很多声 你就认为是真的 因为我们众生没有什么智慧 只能够跟着一些 像现代的 就是众生就跟着媒体走 最有智慧的 当然那就是精神医院的院长 这个精神医院的院长是谁 就是释迦摩尼佛 唯一不被牵动的 你跟着释迦摩尼佛 了解了第一以后 你也不会随着众生 这样盲目的走 不能够媒体说什么 你就是什么 你要用你自己的妙观察字 你去观察 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 这也不是不对的 你要用你的妙观察字 去观察出来 哪一个是真实的 哪一个是假的 讲了很多次的笑话 那个检察官问那个印钞票的 你为什么印尾钞 他回答得很直接 我不会印证钞 事实上 真实的就是释迦摩尼佛 世间的众生反而都是盲目的 我不能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假的 每一个人都是假的 其实也是假的 能够认到真的 像六祖一样认到真的 那个才叫做不凡 才能够拖出轮回 才能够真正解脱 所有的烦恼 才能够真正的出世 才能够寄生成佛 才能够到佛国净土 这个世间的人啊 心本身是邪的 邪的 这个愚民造罪 嘴巴讲三 心中的念头还是恶的 贪嗔基督 献奴 献念我慢 亲人害物 众生的心是这样子的 众生的习性是这样子 他没有办法 能够开佛之见了以后 他能够呢 去跟着善念而行 善的念头不会产生 你善的念头产生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也教人家 你如何去做人 你如何去做善事 你如何去对峙你的贪嗔之 这是基本的 你要先学习这个 聚集天上的资粮 天上的资粮 你才有言去学习佛法 你聚集了这种善念的资粮 善的功德 你才有言分去碰到 能够知道地义的师父 没有这些功德 你不会想学习 这个法达就讲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能够知道这个第一义 就不用诵经了吗 这个六祖说 这个经典有何过错 根本没有过错的 不会障碍你的不好的念头 只因为迷雾在人 损益有几 你损害自己的是自己 你利益自己的也是自己 佛在因果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个善恶之道 为人自招 你损害自己 你何必去做呢 我们要做 利益自己 还要利益众生的 我们要去做 利益众生跟利益自己的 我们都可以去做 利益众生的 不利益自己的 也可以做 那就是菩萨 那只利益自己的 不利益众生的 你就不能做 那是损害人的 这个基本上的道理都要知道 所以六祖讲 损益有几 你嘴巴念经 心就要去行 你就要去做 就是转经 你嘴巴在念经 心里不知道他的意义 又不去走他的道 你就是被经典所转 六祖主要的意义是这样子讲 每一个众生 都是贪爱沉静 红尘之间之静 为什么贪爱 钱 有的人 刚刚有一个基督教的长老在这里 众生爱什么 他说 我跟他讲说 你信不信基督 他说我不信 你信不信佛 我也不信 你信不信阿拉 我也不信 那你信什么 信钱 他信钱 他说钱有用 这些都没有用 这些心灵上的东西都没有用 那就是 六祖所讲 贪爱沉静 外言内扰 甘受七尺 更老他世尊 贪什么 贪名 人也爱名 也爱利 也贪色 这个都属于尘老 都属于外言内扰 外面的缘分 内心的干扰 烦恼 内在的烦恼 外在的烦恼 都在你身上 所以佛经里面所讲的 终归起来 在密教里面所说的 一个叫做出离心 很重要 你要离开沉静 不受外言内扰 要不贪财 不贪钱 不贪色 不贪名 让他自然来尽 你才叫做自在 钱财的事情 自然来尽 你能够得的 你就得 应该得的 你就得 不应该得的 你不该得 色也是一样 应该得的 你就得 不能得的 你就不要得 名也是一样 应该得的 你就得 不应该得的 你就不要去强求 让他随眼来去 你还要做功德 还要有成就 还要修行 这是六祖所说的 师尊在这里 也每天修行 也要做三十 这卢生宴布施基金会 最近有联花 这个 奖协金的方案 联花奖协金的方案 跟中委会合作 卢生宴布施基金会 有联花奖协金的方案 这个就是在做三十 这个就是在做三十 那师尊不能说话不算数 说话一定要算数 圣人说话都要算数 圣贤佛菩萨 耶稣基督 老子 阿拉上帝 说话都要算数 不能不算数 有一个父亲 带他的儿子 到人力银行 就是以前小的叫做职业介绍所 现在叫做人力银行 带他的儿子去 他说他要找职业 里面的工作人员就问他 你的儿子啊 有什么专长 他的专长 他父亲讲 他的专长就是说话不算数 这人力银行说 说话不算数的人 能够找到工作吗 想来想 可以 请他去做 这个气象波爆炎 气象波爆炎 气象波爆炎 讲台空会来 没有来 他会编出一套理由 为什么没有来 讲台空不会来 真的台空来了 他又讲 要编一套理由 讲台空为什么会来 天气明明很热 突然间冷了 他要编一套理由 因为突然间有一个寒流 从北方来了 他没有看到 他没有看到 其实 气候只能够 怎么讲 总之 他的儿子 就被人力银行 推荐他去当气象波爆炎 说话不算数的 我们学佛的 当老师的 都要说话算数 不能编一套理由 能蒙粉弟子 我明明开悟了 我当然讲的是真实的开悟 第一 我没有开悟 我编一套理由 说我开悟 我就跟你讲 所谓开悟 就是没有开悟 所谓没有开悟 就是开悟 这是我编的理由 实尊不会这样子讲 我开悟了 就说我开悟 如果我没有开悟 我讲我开悟 我是是编一套理由 把你们通通都猛住了 就是欺骗众生 不可以这样子 什么我开悟 就是没有开悟 弟子 这个写 我叫他写开悟来 射箭 他说开悟就是没有开悟 没有开悟就是开悟 这样我也会 大家都也开悟 大家都开悟了 不能这样猛骗众生 开悟就是开悟 没有开悟就是没有开悟 我们说话 师尊说话不能吹牛 两个吹牛的人 说两个国家的人 说我国家的桥 建的桥很高 从桥上掉下来 要十分钟才会到达水面 才会被淹死 从桥上掉下来要十分钟 这个桥很高了 是不是 另外那个国家的人 我们国家的桥更高 那个人从桥上跳下来 还没有到水面 他已经饿死 这是吹牛吗 这个是吹牛 师尊也不能吹牛 所以佛陀他讲 他讲的是真实义 是实义者 是不义者 是不般义者 不会欺骗人 不吹牛 不说假话 讲的完全是实在的话 所以六祖他所讲的 一向离向 一空离空 内外不明 你记得什么是离向离向 一空离空 内外不明 就是真实第一 师尊开悟的 到今天 只讲给连宁上师听 只讲给连宁上师听 他知道 除了这个以外 你任何禅宗的禅宗 你打开 你都知道 你都能够明白 除了这个以外 所有的开悟 都是不真实的 所以你可以检验 所有人的开悟 你们说你开悟了 你射箭来 我接到箭 交给连宁上师看 连宁上师一看 他就可以判断你 有没有开悟 除了他 除了他以外 其他的上师 在开悟的边缘 都没有射中红心 只是在红心的边缘 所以师尊是 实以者 实讲实法的人 我告诉你 任何一个智慧 你只要开悟了 你就可以检验 检验众生的智慧 可以检验 所有大法师的智慧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今天讲过头了 南无布达耶 オマネペミホ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